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KPMG税务投资部张智阳会计师 大家都知道 台湾这几年很多新创企业陆续创架了很多非常辉煌的成绩 甚至出现了独角授极的新创企业 但很多新创企业在追求更具未来线的技术 更具吸引力的商业手法 或追求企业更高的估值的同时 往往会忽略掉在税务上面许多需要注意的事情 我们这边整理了一般新创企业最重要的两个部分 其中之一就是大股东的股权结构 很多新创企业在初期的时候因为创业维艰 所以不会去考虑到大股东的持股结构 可能会对后面的税负造成的影响 所以往往到了企业已经由亏转盈 甚至是估值大幅成长以后 才注意到他的这个没有注意的部分 可能会对他造成比较庞大的租税负担 所以我们建议大股东需要在企业即将转亏为盈之前 或者是知道自己准备进入到募资圈的时候 可能要先行审视一下现有的这个持股结构 未来的一些税负适用上面是否是处于有利的状态 第二要注意重要的事情是员工认股权的一些安排 因为对于新创企业来说 坚强的团队还是企业继续发展前进的主要动力 那员工认股权在新创企业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因为你没有办法给他太高额的这个现金的薪资 所以透过员工认股的方式 让员工可以共享未来企业创业成功的经济利益 往往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式 但因为认股价格跟企业价值的落差 可能会对员工这边造成一些磕税上面的影响 一般的员工纵使因为员工认股需要缴税 可能影响不算太大 但对于很多高阶的主管来看 因为他们认股的张数多 所以如果不在事前去注意到这个问题跟妥善安排 可能公司的美意就会因此大打折扣 我们了解新创企业由于创业辛苦 往往在奋斗的过程中间 没有多余的余裕去注意这些属于税务的美感的部分 所以KPMG这边有最坚强的服务团队 能够协助新创企业随时检视现行的架构 是否在租税上是相对有效率的状态 如果有任何需要 欢迎大家随时跟KPMG的税务服务团队联络 同时也别忘了订阅按赞 以及开启小铃铛 谢谢